总统陈水扁目前积压在台北县的土城看守所 而高雄的深绿电台日前就号召群众 明天到台北来一日游 还说要把台北看守所列为一日游的行程之一 那么当然这个电台这样子号召一日游来停扁的 这个动作已经遭到了行政院NCC的关切 那么电台主持人就说收到了NCC的公文 说要停播这个深绿电台 所以这个主持人很生气 认为NCC的做法是白色恐怖 上午更大动作地挂上了阿扁靠上手铐的看板 抗议司法不公 声援陈水扁 从三层楼高的地方垂刮布幕 看板换上陈水扁靠上手铐的照片 平免民众把心声写在上头 要让经过的每个人都看得到 阿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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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扁被关 支持者仍坚信 阿扁是无辜 是遭政治迫害 签上自己大名 联署停点决心 是瑞电台主持人郑新柱 在空中放送 号召民众北上土城看守所 却遭NCC关切 土城不可以吗 土城共产党在管的吗 他也不能去土城那里 土城那里人民反对我们去那里面 NCC发函给电台 指郑新柱在节目中 邀请民众北上土城看守所 已经违反广播电视法和极有法 听陪民众不满 把写着NCC阿扎的海报 贴在大门口抗议 尽管NCC发函关切 请至单位介入 要求取消行程 电台主持人最后还是决定 把NCC放两旁 害两百多位停点支持者 如其北上 整体新闻机博士 徐琼文 高雄报道